2014年农历润9月20日 芙蓉村村委会的一间办公室里 村子里字写得最好的陈文海 正在书写大红榜 这张大红榜记录的是 2014年村子里考上大学的孩子名单 一共16名 每年张贴红榜时 村里乐队总会敲锣打鼓 绕村一圈 这对考上大学生的家庭 是一种莫大德样 对整个村子来说 更能起到一种 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芙蓉坪是村子里的公共活动中心 也是人气最棒的地方 红榜最后都要被张贴于此 工人瞻仰 这成为另外一些孩子 梦想启航的地方 芙蓉村居住着400多户人家 就是这样一个小的村子 每年都会有一二十人考上大学 文运十分差上 而这一切与村里刚读船家的传统 息息相关 贴完红榜 村里照例举行更为隆重的祭祖仪式 一大早在芙蓉村的这处老宅里 珍藏的族谱被郑重地请了出来 一起请出的还有其他平时密不识人的镇村之宝 他们被一同送往村里最大的宗词 悬挂十八金带画像 是祭祖仪式前的一个重要环节 画像一共三卷 是从南宋传下来的 一村是800多年 画中共有18位身着官府的人 据说南宋史 芙蓉村有18位官员同时在朝为官 他们既是芙蓉村陈氏家族的先祖 也是芙蓉村文运鼎盛时期的代表 因此备守村民尊崇 玉画像一道街守村民祭拜的 还有金印 玉户等 据说他们是18金带留下来的 现在同样是镇村之宝 也已经传承了七八百年 正式的祭祀是从祭祖大戏达仙开始 戏台上各路神仙汇聚一堂 一唱一舞 为村子祈祀 打巴仙的鸭罩大戏是拜堂 这时鞭炮响起 两对金榜提名的状元郎 带着自己的娘子走下戏台 进入宗祠 先击败先祖 然后拜堂成亲 在中国人的传统中 东方花竹叶金榜提名时 是人生的两大乐事 也代表着芙蓉村村民 对读书成才和子孙繁衍的追求 而读书成才是每次祭祀的主题 每一次祭祀 族人祭拜总是如此庄重严肃 而开族谱独家训 则是祭祀的重头戏 备受族人推出 今年七十岁的陈林华 是当年修徒的主品 在村里颇有名望 常常由他领读家训 另有一个辈分小 品行端方的年轻人跟祖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 祭祀是维系金人与先辈 过去与未来的一项活动 也是维系血缘的重要仪式 而在每年的高考成绩揭晓后 芙蓉村人为读书人放一次红榜 举行一次祭祀 并在祭祀中宣读家训 强调刚读的重要性 非常特别罕见 它充分显示出 这个千年古村对于刚读是何等重视 芙蓉村 芙蓉村位于浙江省永家县境内 地处南西江中游 是一个陈性聚居的古村落 永家地区自古山水秀美 人文晦翠 东晋书圣王羲之 山水师的鼻祖谢灵韵 都曾任永家郡守 唐朝末年 从河南开放一带 急经辗转的芙蓉村陈氏祖先 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并定居下来 也就是中原的名门举足而来 把中原的文化带到了这里 把羹炸在这里 才产生了一种基础 那么我们这里的读书也一样 因为羹是生存之本 你不羹的话你怎么生存 你不可能生存 那读你 其实是历身之本 那你不读书话 不能历身 羹是生存之本 读是历身之本 出身中原 明文望族的陈氏先祖 尤其重视读 对家族发展传承的意义 这从村子选址 和村众布局可见一般 这是芙蓉峰 不但形似芙蓉 非常秀美 而单看旁边的这两峰 既像乌沙帽 又像一个巨型比较 它与山下蜿蜒乳带的南西江一起 形成了先有腰带水 后有沙帽岩的风水歌曲 据说它特别有助于族人的读书成才 走进芙蓉村 首先会踏上这条 形如一支毛笔的如意街 而这支巨型毛笔的笔架 正是村子的 除此之外 村子里水井的分布也很有解救 五口水井除了要方便村民的生活外 他们与村子里的三口池塘 交叉路口的七个石台 组成了七星八岛 这一神秘而奇异的卦象 以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水池 就属于八岛之一 它的地理位置正处在村路的最中心地带 那么可想而知 当时没有规范的话就不可能形成 那么八岛来讲都是除水用的 除水也就除彩的意思 寓意的今后 自身后代 啥人才辈出 如同心斗 注重教育 重视人才的理念 就这样和村子一道 逐渐建设成形 并从此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中国 刚读传家 是许多古老村落的传统 而芙蓉村 更是把它当作维系 宗族兴衰的首要因素 不但每年为他举办特别的祭祀活动 更将刚读的理念 化作实际的传承行动 祭祀结束后 曾经是村委委员的陈承南 要将村子里当年考取的大学生的通知书 以及其他信息当机造册 存当备用 他从1997年开始做这项工作 至今已有17年 因为我们过去有传统的 那说过去奖励田地 现在奖学金 陈田丹他们赞助 把我们村里有朋友的学生 学习好的 要奖励给他 他有十花块钱 寄过来 把我们村里成立一个交友基金 交友基金会 这位老人名叫陈田行 今年85岁 陈田丹是他的哥哥 今年89岁 生活在台湾 是一名大学教授 1997年 陈田丹捐款十万元 为村里成立了教育基金会 陈田恒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但当年他婉拒了哥哥的资助 把钱全部用作 村里的奖学金基金 陈田丹的奖学金基金成立17年来 共资助学生268人 如今一些人事业有成 也开始回馈乡底 35岁的陈光淼 毕业于浙江大学光电专业 当年因家境困难 曾两次获得福隆村奖学金 18年02年 陈光淼和陈夏中 这是您考上浙大的时候 对 这是626分 当时他是永家状元 98年 98年考上浙大 600块钱 有600块钱 当时减确金并不高的 虽然钱不多 甚至不能解决他当时的学费 但是那种精神上的激励作用 他始终难忘 从2013年开始 事业有所成就的陈光淼 拿出10万元人民币 充实村里的教育基金 他希望能将这份传统 发扬光大 给每一个人发多少钱 这个是怎么分呢 分是这样的 那么过去是少一点 因为去年啊 曾光淼啊 在占着1万10万块钱 这资金已经多起来了 那个利息拿过来 给大家分了 年纪生 说是生了 是1500块钱 今年可能还要加上 那么本库的 有1000块钱 如果考上不是生啊 要2万块钱 钱是不重要 是精神重要 学习风气啊 是很好的 你祝我本 不要吃为了钱 陈继东是张宝苗的父亲 靠着芙蓉峰脚下的这片田地 他养育了四个孩子 其中两个是大学生 当年生活非常艰苦 现在孩子们长大了 每个月都会给他 3000块钱的生活费 但是劳作惯了的陈继中 仍然闲不下来 陈继中将红薯装起来 准备让儿子带回杭州 每个季节的新鲜果蔬 他都会给孩子们留一些 即使让孩子吃到家乡的风味 也是为了提醒 身在城市的孩子 不要忘拜 芙蓉村所在的南西江一带 耕地面积较少 上千年来 村民们就是在这 七山一水一分田 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土地上 以耕引毒 边耕边毒 实现了耕毒传家酒 史书即时长的家族传承 学者认为耕毒相辅相成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长久而深热 耕是整个中国 传统中国的一个立国之本 也是传统中国人的一个立业之本 而毒是中国人的一种修养和提升 到后来激建下来以后的 那么一个中国人 他可以塑造一种完美的生活模式 比如说陶渊明 比如说西林运 比如后来的很多人 他们在耕的时候 面对着大自然 他可以去劳动 在毒的时候 面对着我们文化 面对着我们传统 就形成这样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 耕和毒都是很长远的 就是一个 致力于耕的人和毒的人 他都会致力于长远 这是芙蓉村曾经流传了 几百年的习俗 金印竹水 金印是从南宋末年传下来的 据说 用它和当地一种 名叫水竹叶的植物 一道煮水喝 可以给孩子压惊 并且能让不爱学习的孩子 静下心来好好读书 出于对孩子健康的考虑 如今这道习俗已经被废止了 不过这个习俗表明 芙蓉村不但有鼓励读书的机制 对不爱学习的孩子 也有应对之策 正在唱歌的老人叫陈光成 今年九十岁 这首充满青春朝气的歌曲 是当年的芙蓉校歌 那时他们都在村子里的芙蓉书院 证学 七八十年前 芙蓉书院的教育 已经开始重视培养孩子的 独立学习能力 在芙蓉书院读书的时候 陈光成最怕的 就是进这间名叫爱之堂的屋子 爱之堂其实是一间惩罚室 那些不爱学习 或者犯了错误的孩子 要在这里接受老师打手板的惩罚 如今芙蓉村特意将这间屋子保留下来 以劝诫勉励村里的孩子好好读书 那么这个爱之堂 实际上它惩罚学生不是目的 我们今天也不提倡 比如说体罚或者严厉的惩罚 但是它会给学生一个反省 重要的是让他在这儿进行反省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 对自己整个自身有所醒悟 然后觉知到自己这个人 他的缺点所在 他的优点所在 对自己有所提升 所以这是一个人的修养 无非是两件事 一个是为善 一个是去恶 就把我们好的方面尽量地发扬 把我们坏的地方缺点的地方一点点去掉 可是去掉的前提就是你知道善恶 爱之就是警醒每个学生知道这个错误 知道这个恶 然后我们把它去掉的一个地方 爱之堂是芙蓉书院的一部分 芙蓉书院实践于南宋 虽然只是一个乡村书院 但当年他却是言请素如名师来主持 据永家县志记载 书院教化功能着重 使得家众师儒 人上礼教 贤送之声便于屡里 从书院的选址 可以看出芙蓉村人对他的重视 书院地处整个村落的核心 西边是芙蓉峰 东边紧邻七星八岛中最大 最重要的芙蓉池 更为巧妙的是 如果说如意街是一只毛笔的话 那么芙蓉书院就正好是他的笔尖所在 几百年来这里培养了大批人才 包括一名状元 二十二名近视 一百多名群人 其中包括南宋著名学者 永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陈富良 到民国时期 更有十八个人 先后考入黄埔军校 从书院里 明伦堂 忠孝廉洁 建贤思琪 爱之堂等等格 能够了解到芙蓉村 更读传家的核心 正是明仁伦 孝先贤 阳善气恶 他注重的是对人品性的培养 这种教育理念 以书院为核心 辐射全村 经过近千年的时间 已经融入村民日常的生活规则中 如果在家里 老小大 他都有个规矩 连习连都有规矩 长辈新鲜 后辈后鲜 他规矩不一样的 像他们这一个组里 吃饭的时候 放药 手要端着碗 你不端着碗 所以你没放碗 放碗 吃的什么程度呢 就像写过的一样 不能留下一粒 饭不能剩 菜可以剩 菜可以剩 下餐可以剩 饭不能剩 这个是一个规矩 你说一个村庄也好 一个宗旨也好 他们的小孩 都要这样来培养人 他是培养先祖人 正用传统方法 音送家婆的年轻人 叫陈新波 二十岁 芙蓉村陈氏 第四十一代 出于对祖先 和传统文化的崇敬 他仿效古人 给自己取字 奉效 空闲时 他常跟随 修过族谱的陈灵华 一起研究族谱 据他们统计 历史上 从芙蓉村走出的 大小官员 近三百位 官位最高的 做到了南宋所宰相 村民选出其中十八位 作为代表 尊称他们为十八金带 但却并不仅仅是因为 他们的官职高 当时他们在做官时期 都是相当清廉 受到了皇帝的表彰 每人两个他 就是一条金带 官带在腰部 金带在胸部 我们八百多年的熊徒上面 还能看到 昭伟天舍郎 木登天子堂 是中国传统理想中的 关于耕读的归宿 但是芙蓉村人对此 有更高的追求 那就是必须要做清廉的好官 而在国家危难之时 更要挺身而出 从南宋末年 为国捐躯的陈渝之 到抗日阵亡的陈始冈 芙蓉村培养了许多忠臣良将 这些都得益于芙蓉村教育读书 注重的是培养人的品格性情 这种注重人品性的培养 是芙蓉村刚读船家的基础 它甚至影响到村民的婚嫁观念 这间老宅门前的对联 已经斑驳发白 它是去年这户人家 办结婚喜事时留下的 两幅对联分别写着 甲幼才郎君 娶贤淑之女 宅前有田皆中玉 午后无树不开花 芙蓉村人重视人品 重视刚独 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在芙蓉村的族训中 也有类似规定 婚去不得论财 须则失礼之家 即查富序之性情纯良 首先是要有一个很好德性 第二就是他要读书好 这是最完美的 这是这样的就是说 看人看品 而不是看他的财力 也不是看他的权力 这保证了一种 就是说家族整个 一个是繁衍 再一个是长久 因为这样的一些条件 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 长久的立身和立家之本 更独传家的理念 使得芙蓉村发展延续近千年 到今天依然生机勃勃 这里既有中国传统古村的 质朴宁静 民风醇厚 又有时数进染之后的文化氛围 是许多人理想的安身立命之所 也有人因此从城市回到村子 通过发掘这里的文化积淀 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周末 52岁的陈小江 在村子里展开20几米的长圈 继续用毛笔 书写连坡 选择在周末 是因为这天孩子们放假 会更有机会看他写字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 唤起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因为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并获益良多 这里是陈小江的祖屋 几十年来 这个小小的院落 一共走出去20多名大学生 不过1978年 陈小江参加高考的时候 他的语文仅得了32分 最终没有考上大学 陈小江深受打击 但受到村子里 世代相学的风气的影响 他立志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 接下来的十几年 陈小江一边谋生 一边自学 他在村外开过修理厂 也到过长州 北京等城市工作 所以历尽艰辛 也始终坚持 提高自己文学艺术方面的羞严 但他的文学梦想 却一直没有找到突破 1998年前后 他重新回到芙蓉村 对古老的村子有了新的认识 宁静的村落 深厚的传统 有故事的老人 这一切是他有了创作的方向和动别 他准备写一部关于芙蓉村的小说 乡土故事是他的主题 我也没有写过长篇小说 我就准备写个五十万字 当时我这个是 好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了 要写五十万字的 后来一开始写 就感觉知识爆炸一样的 各方面的信息都像那个潮水一样涌过来 我就把这个事情就 所以我就原汁原味地把它记录下来 说不定我这样也能够成前起后 历史十年 一部一百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芙蓉万事万事 小说分为追缘记 寻金记 归宗记等六册 讲述了芙蓉村人 在沧桑的历史岁月中 经受考验 拒绝沉沦 坚强生存的故事 它同时也是一部 关于芙蓉村历史 民俗人物的百科全书 它让世人永济 有这样一个芙蓉村 有这样一群芙蓉人 他们的精神成前起后 影响深远 一个占地二百一十五亩 人口千余人的小村子 上千年来生息繁衍不断 并始终文运昌盛 在学者看来 正是因为他们守住了自己的根 我们再来看这种更多文化 我们依然觉得很亲切 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可以做的两种回归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生活的根是田园 是自然 而我们文化的根是传统 就当我们回到这种更多文化的时候 恰恰体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个文化的乡愁吧 我们寻找那个根 35岁的陈光淼依然在城市里打听 他希望自己的下一次捐助 不但能给孩子们精神上的鼓励 更能解决他们实实在在的困难 52岁的陈小江仍然接受乡村 他正在收集整理那最旧的目标 他要为下一次创作作主准备 处于村子核心位置的芙蓉书院 依然是孩子们的精神家人 每到周末 村子里八九岁的孩子 要在这里诵读三字经 从小学习经典 熏陶兴起 芙蓉村人 刚读传家的努力 从来没有停止过 要知道 慧离村 慧离村 远远的那个地方 是心挂念的故乡 是心挂念的故乡 家乡窗前梅花 是否会依然绽放 远远的那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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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远的那个地方 亲爱的亲爱的天下 你说